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诚》为你带来的 这场比赛要EP的阿南 vs 3P的大圣哥 阿南 这位高手呢 之前我们也是解说过 但他打一戏版比较多 打着入风云确实少见了 来吧 这很明显 大圣哥是三随机 阿南这边是三主力 这三个主力还是比较新奇的 指定头角色 全是指定头角色 反胸 这波却反一下 反边 哇 硬抓指定头嘛 这大圣哥虽然说不太常玩连纳 但是基础的连段还是会的 而且这利回摆在这里 直接裸 什么情况 刚是玩就裸起来了 你在干什么 OK 下行脚下行全身裸 手刀打乱动 可以 这小利回还是拿捏得很准 来看阿南的大门 我最近在疯狂看各种武师 应该说醒师 是吧 看南方醒师 比较多 黑师的话是张飞师 那是踢馆的时候用的 阿南这配色选得很有深意 OK 跳中腿中断 咱们想 我有贴脸窝圈发射 这能翻吗 艾娜对手马上破防 好吧 大门这边还是比较凶 稳中带凶吧 对吧 该稳的时候稳 该不动 咱就不动 看下大圣哥的包子 这角色牵制大门理应是优势的 看怎么秀 反边大门就是不动 好本 哎呦 好 双方同时超杀 漂亮 阿南这边 麦克兰之山 对策大圣哥这边的 先进发动 这不算裸杀 对吧 一个是指令头超杀 一个是打击头超杀 但是刚才的视觉冲击 实在太猛了 这大门 好凶啊 反应速度超快的这个大门 看这波 首先是贴脸延迟 则大门不动 然后再前冲 双方同时裸杀 哇 我怎么说成裸杀 同时刷 这原地刷 对侧跑刷 大门这边更剩一手 毕竟这个蓝之山 是霸体的 这先期发动 就算打出来了 也是 无法打断 这个蓝之山的发动 对吧 好 天脸 再来风铃火山 大门 一脚上天 哇 这伤害兄弟们 真的看不懂啊 哇 这伤害太迷了呀 高的离谱 不是我这边 也要秀隐藏 不中火这个隐藏 是不可防御的 但是你只要不是发呆 只要不在地面上 不动 你就不会中 这下你看 这么晚 后一臂都能躲开啊 那应该是中不了了 刚说完 好的 这下大门应该是想前冲 哇 极限被翻了 看这波 这怎么能中呢 很离谱 空中隐藏 这下就真的是 大门应该是想前冲 或者想动啊 这前摇还没有走完 就打到脸上了 这节目效果拉满 双方护袖隐藏啊 感觉陷入了某种怪圈 是吧 护袖隐藏感觉少了点什么 缺乏 大圣哥这边 被先拿一分啊 呦 阿南这边 赞助是三主力 但是 竟然选择两主力 加一随机啊 这阿南很自信哦 看一下大圣哥的雷猛 哦 这大门 大被靠墙 你攻我防 是吧 呃 那个小沈阳的单口 怎么说脱口秀吧 啊 你害追啊 我到家了 必须得是害追 啊 不能是害追 怎么办 这人蒙反偏墙开 BC好像破不了防 但是大门马上 要被打破防的 破防只已经蓄到极限了 OK 选中超的外哥 蓝之 哎 你在干什么 我以为是蓝之山 结果是一手风铃火山 名字长 不代表判定强 你给我死吧 漂亮 且听呼啸啊 这人蒙这个隐藏 确实够猛 可以打连段的 来看一下阿南 这边的Yamasaki 逆向下重拳 呦 但这个连段失误 怎么就 还没有选择AP取消 这边阿南也是想 预判对手AP取消前冲 去抓自己指定头 所以选择能量AB 双方近距离的博弈 明显大胜哥 更胜一筹啊 应该是心态战的优势啊 我说实 刚才阿南是个指定头 打完对手以后 还挑衅了一下啊 阿南 勇气可加 但是激怒对手 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 这边是后弦拳近身的 下行脚应则 但没带走 还行吧 看一下阿南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赛斯 赛斯 背带裤 看一下怎么就吧 这角色伤害 倒是不是特别高啊 算说能接两个超杀吧 好吧 伤害还是蛮可观的 行 但这个角色 起手比较的难受 压制很凶啊 但是板中力回 不占什么便宜的 赛斯高跳 高打低 连跳进攻 赛斯又没有指定头 只能尽可能去防御了 马上破防抢AB 温尼莎很懂 但是还是避免不了 被反掏一掏啊 自己的血量实在太少 如果刚才温尼莎血量 再多一两拳的伤害 那阿南这边不敢这么打 对吧 只能去硬堵一个能量闪身了啊 先出版再说 后一帝是不太现实的 假招缺反 呦 但缺反做的不是很到位 没关系 这波再缺反 这离草只要稳住 发挥正常 这局是稳赢的 动旋打杀盒 身上有防御僵持 抢是抢不过的呀 没了 大圣哥这边的发挥 还是非常稳定的 没有什么暴冷的情况发生 来吧 看阿南怎么处理呢 这局首发大门队真机 可以 保持期待啊 带一条金拳 直接择一套 好 NAX 暗黑地狱值得落 走 反边看怎么压制吧 哇 啊 这摸头 哇 这能中啊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的 但没想到 判定还是很强的 还想摸头 想太多了啊 大门 好天地反有隐藏吗 我觉得可以有 风铃火扇 哎呀好 嘿嘿 好 哎呀好 摸头杀 弹大圣哥 这摔也摔死了 这首真机很灵动啊 这也是真机 比较克制大门的一点 对吧 这一手小菜中角 你大门就没法前冲 也没法前跳 只能等真机主动进攻 然后你剑锋杀针了 这手跳军权又责重 阿南这边的龙儿 怎么办呢 起身 又好好的 在你起身之前 疯狂点金拳 让你防 让你不动 而这波抢开PC 先冲远金拳 跟超杀跟不上的 没关系 再摸头 这大圣哥 这种摸头杀 用的太好了吧 各种摸啊 就是抓你呆 阿南感觉实战经验 还是有点不足啊 看最后一个手底角色 安迪 阿比 我突然释怀的笑 好的 先冲响 狗事直接被摸头 跳正腿 哦呦 好的 反跳重攻击 这手跳正腿的逆向判定 直接对责到阿南的正向中断 Max 暗黑地狱 吉乐乐 起身怎么办 这不没了吗 阿南 起身 哦呀 切房切掉这个摸头 但是伤害打得不是很足 恰心脚跟个生龙 好 没关系 这波终于责重 但是刚才确实帅看这波 前冲搞事被摸头 跳中攻击 连跳 反跳 你看 哇 这个真是打得一点逼近没有啊 太旧了 而且很实用啊 OK 潮流八蛋怼过去 但是伤害不特别低啊 好低的伤害 起身欧生龙 哦呦 这大圣哥 这关键时刻的选择够冷静啊 先拿到赛点 看阿南能否递蓝狂蓝啊 这局还是比较难的 嗯 看一下阿南这边 克瑞登场 来 相杀一波 连跳相杀 还相杀吗 这次没有 大圣哥 这局 K-拍头 算是把自己 最强角色拍头了啊 剩下的一个 里面一个赛斯 一言难尽 嗯 赛斯一心吧 还行啊 这个版本真的一般啊 全中确凡 好直接隐藏 但是没接上 哇 这一下很难受 好轻攻击 单点对空 初康 但是超杀 也接不上啊 可惜了 阿南这边 撕血马上破防 还要防吗 只能想办法抢招了 但强也抢不过啊 先从延迟战中拳 但是对手就是不动 也没有动的理由啊 对吧 你有没有指令头 我怕什么呢 你撕血 活捉了 哇 这一下 刹车 啊 刹早了 或者说刹晚了吧 刚才直接中拳就好了 中拳一个波就翻了呀 阿南心太乱了哟 打门 啊 这能中 哦 给大门 你在干什么 有点 昏昏沉沉 好 两脚 还行 那还行 大圣哥也就是 一个KDESH 对吧 剩下两个角色 还是蛮好对付的 哦 呀 啊 三脚 哇 三脚快踢 啊 再跳 你妹 你再跳 我就信你了 这大圣哥也是投钩铁啊 这阿南这个中角也是真敢点啊 对手如果没有前跳 前冲了 你如何应对 哇 直接就缺乏你啊 大跳中腿 还是打点过高 一撕血 这这门应该是没了 好 乱动 嗯 大圣哥这个李梅 我是见识过的 面对纯指令头血色 他可以用一万种方式啊 去折磨你 去拷打你 啊 你真的一点脾气没有 来看龙儿 大背靠墙 你攻我防开始了 哎 跳中腿 对空 可以 还行 这波进攻也算是 让大圣哥愣了一次啊 没想到对手赶前冲啊 再看最后一个 赛斯 哦 这开局裸弊没有逮到 可惜了 也是没想到吧 对吧 这种局怎么可能 开局裸弊呢 延续高跳中脚 但是 嗯 本想去打一波心理则 但破绽还是太大了 理论上来讲 还是要被揍的 好 超杀对空 单点出康 怎么办 这不没了吗 好 下重拳直接撂倒 再来跟住我们 下期节目再见 精彩啊